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他們不會說誰一定要當領頭一樣 就對於火車來說 前面的馬車越多 這個火車跑得越快 這就很合理 所以說我覺得應該回過頭來 聚焦在這個新北市這邊 新北市第一件事情可以談是 民進黨有沒有小看新北 或是說民進黨打新北之前 就認為自己一定會輸 坦白講我覺得如果民進黨是抱這個心態的話 就不會花這麼大力氣把林家榮勸出來 這是很現實 就是說民進黨在戰場中 事先評估勝率怎麼樣是一回事 可是一定抱持著某個戰略或戰術上的目標 否則不會要求把林家榮勸出來 因為其實是由民進黨其他人 表態要參選的 而且是兩個以上的民進黨其他人 表態要參選 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說 他新北界上並沒有放棄 他有他的戰略目標 這是一塊 那第二塊 如果今天林家榮出來 要怎麼贏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 謀士在人 陳士在天 有努力的成分 有上帝的成分 第一部分 陸戰大概不太可能 組織在很難 這不是時間的問題 而是國民黨在新北市執政16年 忘了嗎 周錫瑋4年 然後朱立元8年 然後現在侯友也要將近滿4年 所以是16年的執政 所以國民黨在整個新北市 綁得很緊 這實在話 那嚇到議員 里長綁得很緊 現在是在2020年 蔡英文的票開得非常漂亮 對 這叫做 這叫城市在天 我等一下講 蔡英文那時候有一點 大氛圍的感覺 但是謀士在人 你自己要先的努力 所以說第一件事 陸戰大概比較難 可是民進黨可以做 當時把各派系 蘇西 英西 政國會 有研會 在新北市的主持間兜一兜 不要說太慘 這是一塊 那第二件事情 空戰的部分 我覺得要很現實的面對 一個問題是林家龍的課題 除了NN案 侯友宜還有什麼破口 大家心知肚明 我們現在可以講NN案 但是再講再講 會有他的邊緝效應地檢 該受傷的已經反映在民調 所以在輿論上 或是說在這個空戰的部分 因為陸戰你一定會輸 那不要小輸就叫贏 那空戰的部分 除了NN案還有什麼破口 這個要有仰賴 現在民進黨 在新北市的市議員 或者是過去後 也還有什麼破口 查出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再厲害了 你都會被打成馬蜂窩 林家龍的課題是很現實的 消費NN案是有限的 那最後一件事情 我剛剛講的 謀示在人 你把你的組織努力完了 空戰努力完了 城市在天 什麼叫城市在天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大風向的話 是有機會贏的 當然剛剛說了一個老神在在 覺得四個月不可能 可是我要這樣講 2014年鄭文猜選上桃園市市長 當天鄭文猜都覺得自己不會上 2018年韓國瑜選上高樓市市長 他的民調在什麼時候開始翻盤 8月23號才開始翻盤 2018年8月23號水災 下大雨之後 水災才開始翻盤 那現在8月23號 你選舉只有兩個月 現在還有四個月 然後2020年 3Q選錢 贏業他覺得自己不會贏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都或多或少 都包含了自己的努力 然後在陸戰上的努力 然後在空戰上的堅持 再配上一些大氣候 只是今年比較讓人絕望的部分 就是說2014年有柯文哲 2018年有韓國瑜 2020年也有韓國瑜 一個是城市的韓國瑜 一個是壞市的韓國瑜 所以說這個蔡英文在2020年的時候 在喜美可以拿那麼多票 對不對 我們在座都盡了很多努力 所以說其實啊 對於林佳豪來說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的支持者 或是說國民黨上來幫這個侯友宜 變獲了 那你覺得侯友宜能保住一百萬票嗎 我那天 昨天跟東豪哥聊過 他們一開始不太相信我的猜測 我直接講 我是說一百萬票我還要觀察 然後我說一定保不住 我說一定保不住 贏不贏是一回事 我說兩件事 他拿一百一十六萬票 對不對 我問你喔 恩愛打到現在沒有打到十萬票 還有2018年有韓流 侯友宜沒有因為當時的韓流多十萬票 這是很簡單的數學 所以你說一定保不住就對了 對 因為這是很簡單的數學 保不住的可能性很大 這是很簡單的數學 就是說恩愛這麼大的事情 你處理得這麼糟 還打不掉一個市長的十萬票 那大家不要打了嘛 我們躺平好了啊 但是大家以後都不要選戰 那你看到其實蘇貞昌那時候選的時候 也有87還是86 所以事實上離他也沒有很遙遠 我問你八點含流 蘇貞昌那次選87 那個數字是不好的 你說協一嗎 不是 不是協一 我不是因為協一 成績不好 這個票數對民進黨來講不好 為什麼 游錫坤就拿到82 83 92 93 對啊 也就是說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整個大韓流起來的時候 蘇貞昌民進黨的票是又萎縮一次 你不要看那個六比四的比例 那你再看這次林佳龍 恩恩案跟這個到底 這個因為像林佳龍現在問他嘛 你如果當選了你會不會落跑 就選總統嘛 這恩恩跟這個落跑的問題啊 基本上不一定會讓林佳龍的票增加 可是一定會讓侯友宜有些支持者幹嘛 不出來投票 是 對啊 那後面就要看林佳龍跟民進黨怎麼努力 我繼續講 為什麼我認為侯友宜會要一百萬票 我講兩個理由了嘛 一個是恩恩案 一定會少些選票 第二件事情是這個韓流 侯友宜之前是多得的 第三件事情 今年選情很冷 投票率有可能會低 所以呢 我認為三個因素加總起來 沒有少十六萬票 是完全不符合對於政策判斷的 但是我當然可以先預測嘛 結果結果怎麼樣沒關係 可是問題是反過來說 如果今天侯友宜掉到一百萬票以內的話 那林佳龍是不是以蘇貞昌2018年 八十八萬票為起點努力 是不是有機會 有機會啊 所以說我談的是這件事情嘛 林佳龍如果是八十八加十萬票 那就 所以我講了 是不是我講完之後 大家信心比較足一點 並不是 有宇沙老師補充 宇沙老師講了 我們大家信心足 模式在人 我先說啦 我先回應世維哥說 這個勝率的問題 什麼民進黨都不想贏 那派 剛才鄭浩講的已經非常清楚了 為什麼 折衝這麼久 基本上民進黨在這個選舉之中 對蔡英文 蔡英文總統或主席之中 是下好大的一盤棋啦 第一個 他必須要考慮的是什麼 後小英時期 接班的一些布局跟考量 你不說有這個因素 那不可能嘛 第二個是什麼呢 當然是當下 新北市的這個政治板塊的這個移動嘛 第三個是什麼呢 聯動效應嘛 我們現在談的是 北北西逃嘛 所以說呢 侯友宇不要看不懂說 你這個新北市 台北 人家就一定回答你說 這個是一個聯動的戰術 或是戰略嘛 第一個 我要說的 這個是什麼呢 不論是之前中俄 大家想啦 其實侯友宇在恩恩案之中呢 已經打破一個神話 他並不是戴著金鐘罩 鐵不刪 刀槍不入 也就是說呢 他是有破口的 那接下來就要考驗什麼 林家隆團隊針對這個破口 這個球 他有沒有接下來 不是說只有單一喔 我相信執政四年 絕對有許多的市政 不論是社宅啊恩案啊 是可以檢視的 現在侯友宇的策略是什麼 被迫喔 本來侯友宇的策略是什麼 冷處理嘛 但你可以發現他現階段啊 冷處理就完蛋了 因為人家的策略 林家隆跟民進黨的策略是什麼 要把這個議題啊 炒熱 直球對決 衝選票嘛 但是呢 這跟東奧哥說的不衝突 在衝的過程之中呢 我只要讓啊 新北市民對你心生疑慮 不論你處理弊案 或是呢 你對未來的規劃 你不老實不誠實 不面對新北市民 那麼有人就杜爛不投票嘛 所以這就一來一往之間 第三個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台灣的選舉喔 沒有那個鐵板一塊的 變化非常快啊 高雄不是名叫長期執政嗎 韓國瑜這麼一搞啊 就病鬼了嘛 所以說沒有說 誰是誰的爸爸這回事的 同樣的道理啊 高雄將近二十年 新北將近十六年 所以說呢 端爛是什麼 端爛是人的特質 是 團隊的戰略跟戰術 還有那個社會氛圍 我跟你講那個社會氛圍很重要 突破口徑出現了 在其他議題之中 你能不能創造議題 主導議題 也就是呢 現階段呢 你戰略上得到優勢了 什麼優勢呢 林家龍主動出擊 侯友已不得不回應嘛 上次選舉什麼 除了寒流助威之下 蘇貞燈怎麼要求辯論呢 討論啊 市政議題啊 侯友宜通通都說 不用 或者是說 這沒有什麼好辯論 所以G4林家龍有說 我們選三大議題 我們來進行 將軍的辯論 他就必須要回了 你看 林家龍有個2032 結果他就回個2030嘛 差別在哪裡 我剛才在休息廣告時間 跟這個東豪哥文化交流 有一個人知道的地方是什麼 2030已經跨了2026了 擺明了 這個就是選總統的規劃嘛 那當然有國民黨朋友說 那個203那不是林家龍選總統 開玩笑 令所有的人都知道 林家龍市長 林家龍部長 從小到大的志願 尤其酸總統 所以說 真小人跟偽君子之間的差別嘛 我遇到這國會的朋友 發言人們 這些人跟我講 本來家龍就是要選總統啊 但是如果沒有打擾這一次 哪有未來選總統 對比朱立倫呢 現在剛才還有第四點是什麼 剛才四位哥說 民進黨其中一個目標 是牽制住侯友宜 不要讓他到其他縣市浮選 創造那個外譯效果 不要說是民進黨 朱立倫也會牽制侯友宜啦 就是侯友宜 不僅面對民進黨的勞過 我們前黨上下會團結一致 國民黨的團結 跟民進黨團結 長得那麼大一樣 我也不需要說冷說 忽冷忽熱處理下來了 而且在現在播出的當下 跟各位說 林佳龍的這個支持度 還沒完全匯齊 為什麼 因為錄影現在 這個民進黨的莊織衛 跟周常委開出來了嘛 選舉的變數還很多 如果林志堅市長那時候 可以用一百天 就打贏選戰的話 或是韓國瑜也用一百天 打贏選戰的話 選舉的變數戰績順其萬變 我覺得還是考驗兩方的人 在未來將近四個月 短兵交戰議題呈現 所以我的大膽判斷 跟李正浩一樣 也就是說要冷 要熱的人要熱起來 但要冷的人冷不下來 所以說他短兵交戰的時候 這個林佳龍團隊就會發揮 他們過去在政策規劃 跟議題宣傳 跟議題設定上面的優勢